高雄有民众在日前开车经过小港区 但是没有想到对象车证当中 突然窜出了一个小朋友快速穿越马路 驾驶被吓坏了 猛力踩下刹车 连车上的女乘客也忍不住放声尖叫 那么根据了解 行人擅自穿越车道 依法可以开罚500元 那么要是证明违规人未满14岁 将会处罚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监护人 驾驶开车 缓慢行驶 没想到下一秒对象车道竟窜出一名小朋友 赶紧刹车 驾驶吓一跳 就连副驾驶座的乘客也忍不住尖叫 仔细一看 当时小朋友从对象车证中 背着书包快步冲出来 尽管驾驶反应快 但不论是谁恐怕都会受到惊吓 小朋友他们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这是真的很危险 如果出事的话 大人应该会很难出 事发在这个月1号 高雄小港区汉明路 当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小朋友 从对象车道的车证中快步窜出 而路过驾驶也猛踩刹车 车上乘客当场吓到尖叫 事后画面曝光 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说这个我一定下车开骂 也有网友表示冲得过去就火影忍者 冲过去就火化 同声抨击 小朋友在马路横冲直撞 新人擅自穿越车道 处新台币 500元罚完 违规人 未满14岁部分 处罚法定代理人 或监护人 现在家长恐怕得吃上500元罚单 只不过发现事小 倘若小朋友不胜刀撞 后果不堪设想 这有高雄做么的 这有高雄做不胜刀